你也好我想问一下这婚纱照的奖券 对换呢是立马就能拍吗 你这边稍等一下 大卫你好 有什么想问一下对换去换的 好 大卫啊 大卫啊 你这个奖券已经过期了 没有办法使用了 不可能啊 我今天早上才抽的呀 你看你看 这是上面写了的 本月底最前都可以对换呀 啊啊抱歉啊是我这边搞错了 您这个抽奖券呢 它是有使用条件的 您这边需要先去婚纱店 那边试问价格 这这不是免费的吗 你看这上面写了免费的 你看我没骗你啊 确实不是 薛文姐你别着急 我来看看啊 这上面确实写了免费 为什么不然的话 给我 哎你干什么 干什么了 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个抽奖券它已经有人对了 什么 我们也是听上面安排的 这个奖确实被人拿走了 你是时代集团的员工 嗯是 上面的人是谁 是谁拿走了这个婚纱照的拍摄卷 你也是时代集团的 我男朋友是 是开发部的周总 虽然他没有参与抽奖 在上面发话了 我们谁敢不听啊 嗯 又是这个周理会 放心吧 林妹妹的婚纱照一定很好看 到时候回你现场我一定去 周总 是谁给你打电话呢 是不是那个发布新产品的公司啊 照这么急啊 等我跳槽过去 你怎么不带上 周总对人家真好 周总 人家昨天又遇到那个关玉卓了 他欺负我 你可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胡了 你要我大摇大摆的教训 真怕别人不知道 我跑来公司的机密产品吗 你想让我死啊 周总 人家对你是真心的 我怎么可能会想你死呢 行了 我知道你这个答案 现在是关键事 做事要尽量低调小心一点 等去了新公司 你想怎么弄他都无随意 把手机给我 关玉卓 这次送你怎样 都怪我 害得你俩跟我一起白高兴一场 没事的 兄弟姐 这事不怪你 要怪他们才对 妹子 你看 姐也没啥本事 帮不上你什么忙 还老给你添麻烦 兄弟姐 你别这么说 其实这婚纱照也没什么 我跟裴嫣之间的爱 不需要拍什么婚纱照来证明 对吧裴嫣 对 习连姐 我裴嫣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让她受到半点委屈 好好好 裴先生 我乖妹子就交给你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对她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回去 注意安全 你想到 你演戏还挺好的 演什么戏 就是刚刚 在兄弟姐面前发誓 你反应个真快 我还怕 兄弟姐怀疑我们吗 冠卓 我 怎么 我们车到了 走吧 我们上车 哪里会也生气 说的都是真心的 只是你不信而已 不信 条子怎么这么快 准备 怎么突然抓我的手 关总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快送我回去吧 好的 裴嫣 你不会对我 不好了关总 腾飞科技也发布了新产品 用的 才是我们研发部的新品 周理会的事查得怎么样 人事部的新框架 才刚刚建立 目前还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关总 周理会在开发部十年 要查他有些困难 更何况 我们的核心信息不断泄露 再这么下去 股价肯定会发生波动的 这样 你给我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让我请你到开发部 你亲自去查 关总 你能让你亲自去啊 让我去跟周理会接触接触 不行 周理会知道你的身份 我近期刚回国 开发部又是独立的 他肯定不会对我有防备 没有 你马上去安排 是 你说 开发部的事情 要马上有先去跟他们 裴燕 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好吧 但是你去的话 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立刻马上给我打电话 你放心吧 我已经有这么多潜伏的经验了 这次 也一定会小心 玉珠 周理会不是那么好骗的 这次 你千万要小心 韩 jon Du 有什么不愾的问题 啊 这个手把手的胶 这整个研究室 都是咱们周受罩着 他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谢谢 但是我都会不用了 害羞的羞 只要你乖乖听话 说着我们家的教训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咋叫你这个不要脸 你要再来对我动手动脚 你小心我告诉你 谢谢斯特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干什么 看什么看赶紧走 哦 这么嚣张 看来上面是女人 哈哈 这么嚣张 看来上面有什么 没错 开发部部长啊 是我大伯 他是周立辉的侄子 所以我全天老是讲啊 要有人呢 那你在这儿 我 我看 我看 周周你那里 跟我来 你怎么 你怎么了 你要再敢动了 解放了你 不要 这不是周少 平安了 你这脸怎么 为你是混蛋 哎呀 周少不就是紧号秘密吗 这个关羽卓要我认识 他就是一个臭骨结的 只要呢 你请给我 随便脱风了 还要你闯事 你不要给我放干净 怎么 还不敢承认 要不是你放声大 你能信到这开发路 这里面可全都是高级手 什么爆炸的 一路走到京都 我是靠自己的 我今天怎么都看 一同卖发特首相 哎 你们说 他一个臭保洁的 能买得起这车 难道他都看到了 我就说 原来是个出来卖的 跟我装什么真结练 你来吧 多少钱 我告诉你 别污辱你呗 你真的是靠自己肯使劲 哦 是靠自己 哦 我 是靠伺候男人的肯使劲 哦 哈哈哈哈 关羽卓 我还以为你多有勇气 且我还不是怕男人的肢 我看啊 你还是使得点像 干净从弄我们周上的 我从长青堂里叫你 我看清楚了 哎呀 还真是周上 我爸坐这学校可难考 他当天考了三次都没考 你两个人就要失与他 我瞅瞅 你我瞅瞅 你瞅瞅 我瞅瞅 你瞅瞅 我瞅瞅 我瞅瞅 你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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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我隨便找兩個人也能批出來 原來是批的呀 我就說嘛高學有什麼了解啊 我花錢能辦這件事有什麼了解 你們看看我呀 也是名校畢業的 非愛的證書 你這證書底下沒習慣 偽造證書是犯法的 跟我講 你要弄幹嗎呢 我的天 我再要看 那個色狗人的 放開我放開我 在幹什麼 有這麼能鬧著玩嗎 還不可以把人家姑娘放了 哎 姑娘 對不起啊 那你說我去 哎 你是新來的同事 關你說吧 我的人師傅見 人師傅的不云知不長 因為他我是被你抓起來 是啊 您當時還收了顧部長的禮物呢 你不會全忘記了吧 那件東西是我從顧部長的特產 不過我已經挑戰了他 你要是不信的話 我可以給你看轉戰記錄 難道周立輝也是被騙了 不行 這麼一點證據 肯定不足以證明 都怪我 使人不欺 但是我呢 真的是沒有參與他 我也沒有想到 顧部長會幹成這樣的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 我周立輝 以家人發誓 如果我做了任何對不起 不是對不起自己值得的事情 牽打雷劈 打雷劈 哎 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 人家會懷疑我們是應該的 不過我周立輝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肯定會認著 他敢用家人發這種毒事 我肯定會認識他 我肯定會認識他 周總 我相信關總一定會查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是心白的 他一定不錯 這件事情是關總親自查出來 你認識關總 我聽說顧雲之受惠 是關總在人事部 恢復私房的時候查出來 你認識關總 周總 他就是一個臭寶劫的 怎麼可能認識關總 不好意思 我確實不認識關總 我肯定也信關 難道你和關總是親戚還行的 也不是 我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員工而已 周總 你看看這個瓊酸樣子 黃身上下加起來超不了關 還關總親戚 我配 也對 就算是關總 微服私房 也不可能穿得像你這麼人想 看來我真不認錯 周總 你真是 管教你說話了嗎 一個新來的女敢在我面前亂叫 周理慧 你什麼意思啊 哎 所以我最討厭你 想一下 人家叫你 家常都好好的管教他 我大哥讓你張嘴嗎 我就說話 啊 你敢打我 打你什麼 我還要好好教訓教訓你 啊 好了好了 這段時間關總 也許會來我們開發部 微服私房 把他給我管好了 你讓他亂說話 好呀 這件 他在玩了你 我還要 那我 你 我還要 你們兩個 哎 周大橋 你要是想做 你就不怕我報警了 哈哈哈 你也能說上嗎 哈哈哈 這幾個三大不都是我們周上 你要報警 誰會信你啊 我勸你 乖乖聽話 我們也好心點 騷你 你演員 我就是追上 我就是關你這種 親愛親愛的樣子 你怎麼誰呀你敢打我 我管你是什麼人 給我打 好 我站著別動 姑奶奶 啊黑暗黑暗 你敢說我告訴你 你再給我弄你 你揍死你你聽到沒有 還要趕緊給我滾 滾 你說你沒事吧 你說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睡醒了 這個周禮輝在開發報 搞家族證據 還把張嘉誠這個草包還撞進來 把我們時代集團的臉太盡了 別說 要不這件事情還是交給我來 不行不行 周禮輝的警惕性太強 剛剛還故意試他們來 這明天正來 立場都成了 可是這也太危險了吧 剛剛周家沈澤差點對你 我要是沒有及時趕到 那 他們沒得手嗎 太陽 太陽 太陽你放心 你剛打的太陽 怎麼可能不敢 可是 太陽 你放心吧太陽 我要是出了什麼事 我去給你打電話 好不好 好吧 我 我 你 他媽媽結婚了 邀請您去參加 唐飛科技 就是 到了我們開發過的科技 是要先發布產品的公司 對 要不我幫您拒絕了吧 等等 我不去 你可以去啊 你的日子是 關總不會參加這種婚禮 但是 裴嫣可以帶著 她的女朋友去 啊 好 我去安排 嗯 哦 還有 你去看看周立輝是誰的要求 前面那邊說另一個就是他 冰科技的才 林高 林高 你是他 你真是他 當年啊 他在國外委的學歷 被人當中拆穿 這臉啊 你這個不愛 沒想到這幾年 都變成複複複複 這不是時代集團的裴總嗎 您可是希克呀 沒有裴總 我是雲磚集團的 他收了你的影片 下次 你一定賞臉到公司看看 好 裴總裴總還有我還有我 劉總王總 今天可是我妹妹的婚禮 你們對裴總這麼熱情 恐怕不太好 抱歉 我今天是來參加婚禮的 不想談公事 裴總說了 咱們今天 裴總談公事 你身邊的這位是 這屬女朋友 關於手 哎呀 女女朋友可真漂亮 葵小姐 這是時代珠寶的VIP卡 小小心裡能拿著 你隨便爽 這可是時代珠寶的品質VIP卡 據說這個卡 能買下時代珠寶裡面所有的珠寶 王總 這卡你要是給了我 萬一我把店裡所有的東西都買光了 瞧您這話說的 誰不知道時代珠寶店才設定的 也就是 手裡想把時代珠寶送給朋友 她也不想要 你們這麼多人想去陪你 他們不過是想通過我認識官總罷了 我是不會記得的 王總 你也聽到了 我替我男朋友 這卡 我還是自己留著 那好吧 對不起小小姐 我不是故意問我 可以去看嗎 我好想看到有人演的聲音 我過去看看 跟您進去 不用 這麼熱的事 你先進去 陪總 大家還等著你 快去 對不起小小姐 我不是故意弄造你的衣服的 我這可是高定 幾百萬 你一句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想農混過關啊 這這衣服要幾百萬 不是嗎 休安姐 你怎麼在這兒 唉妹子 我這位臉不是欠了很多錢嗎 我就多打了份工 這是什麼 也是這個臭寶劫的 那你就來陪我這條裙子了 唉不行啊妹子 她這裙子幾百萬呢 唉我付得連累個羊 你放心吧秀兰姐 这裙子压根就没有几百万 你胡说八道 哪来的土包子 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高定 我这条裙子光是预定就等了足足三个月 制作还等了一年不 做一件衣服要一年 我看你这不是真正的高定款吗 而是一个仿制款 这制作虽然精良 但这最多一件事 会吧 三小姐 这 我哥怎么可能 买假的来骗我 你们这儿不要还钱 那个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衣服 我几百万 我真的拿不出来 我管你拿不拿得出来 反正 今天不给钱我就报警 我看看到时候 判你个几年 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罪 七年 我不能坐牢了 坐牢了 我的成人怎么办呀 我给你洗干净洗干净行吗 我真的 哎 吞死了 哎 没事吧 没事 你别太欺负人了 欺负你怎么了 一群土包子 还说我的衣服是假的 我告诉你 你们今天要我就拿钱 要是不拿钱的话 我让你们都完蛋 好啊 那就报警吧 什么 你准夹 是是什么 咱们 你们ก 群 algae 我就在不说 一个 李 我 又JO 你 那什么 三小姐 你冤枉我们不跟我们道歉 还让我们滚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 你说我是什么人 我哥哥可是腾飞集团的总裁 这家酒店都是我们家的 我姐姐今天嫁的 可是房地产大亨宋家大上 你说我是谁 说我们三小姐心里心情好 我趁着赶紧走吧 别在这边为信任 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有权有势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松松妹子 咱们别热了啊 一群小丑 走 小姐姐 你太过分了 没事的妹子 我们这种人啊 天生就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随随便便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却要用尽全力 可是他们明明是故意的 却能去道歉的人 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 能走能跑的还能照顾晨晨 我这样挺满足的了 秀文姐 那太好 好了 你好好休息 我就先去忙去了 不用了 林俊莲 你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呀 我哪做的不好吗 我马上就去工作啊 我不投了 不投了 你表现的再好有什么用 是三小姐开除你 三小姐 我们还没有找她事呢 她凭什么开除秀连姐 哪有这么多威士 行了你赶紧走吧 待会我们这还要举行婚礼 就你这样子 被客人看见了 影响酒店的形象 那经理 我工作了两个星期 你把她自己给了我吧 你试用期都没过 还想要工资 你赶紧走吧 再不走 我可叫保安了 明明是你们无理辞退 凭什么不给她工资 这位小姐 她就是个保洁员 您犯不着生气吧 保洁员怎么了 我以前就是个保洁员 她认真工作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 要么把她留下 要么把她工资给她 行吧 田修连 跟我去财务领工资 谁说要给她工资的 我同意了吗 她才工作两周 凭什么给她工资 宏伟你凭什么这么做 凭什么 就凭这个酒店是我家开的呀 我不想给这样的人钱 有什么问题吗 臭猪猪 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 我呸 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 秀莲姐工作認真 你才是那個蛀蟲吧 他工作兩周有多少工資 五千有嗎 三兩姐 田舅蓮只是實習的保健員 兩周工資一千八 哈哈哈哈 一千八 你聽到了嗎 他兩周工資只有一千八 我吃頓飯都不止這個價格 哪來的臉要錢呢 放肆 你給打我 一千八怎麼了 那也是他心心虎虎賺來的 你有什麼資格嘲笑人家 三小姐 我很感謝你們酒店給我工作 但是能不能把我的工資解給我呀 我絕對不會讓你從我這拿走一分錢 峰威 我在最後一次警告你 這錢你要是不給他 你們騰飛歌姬也會被我告倒 就憑你 算什麼東西 就憑我可能不太行 但是我男朋友是時代集團的裴研 要是請時代集團的律師團出馬 你覺得不行 想要錢是吧 哈哈哈哈 你哈哈哈哈 姐啊 地上的錢就不是錢了 小姐 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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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這錢是你要 這錢 我要 三小姐 麻煩你把交螺一下吧 為了一百塊錢 連一點股息都沒有 怎麼會有你這麼奸的人呢 三小姐 麻煩你把交螺一下 啊 哈哈 峰威你幹什麼 蘇姨姐沒事吧 沒事 我想到最後一百了 怎麼會有你這樣的人呢 為了一百塊錢 你連臉都不要了嗎 怎麼 錢都給你們了 還不快走 峰威 遲早有一天 我會為你今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呀 你不就是棒上裴總了嗎 裴總了 根本就不行了 他就是玩玩而已 你認識裴研 裴研一直跟著我在國外 怎麼可能認識峰威呢 是啊 我早就認識裴總了 而且我還知道 他早就有喜歡的人了 你跟裴總喜歡的人比起來 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笑話 不可能 他一直跟我在國外 沒見過他喜歡誰的 是啊 這裴先生 對官媒子很好的 不可能變心啊 變心 裴總啊 怕是至始至終都沒有喜歡過你吧 你跟裴總的心上人比起來 簡直連他的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 哎妹子你沒事吧 沒事 如果裴研真的有心上人的話 那我確實不適合 再跟他辦情侶了 我會跟他親手 妹子 你要不你先問問裴先生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現在知道自己蠢了吧 還不給我滾出去 免得一會兒我叫裴總來收拾你 那你說說 裴研的心上人 倒是誰 嘿喲 我看你還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好吧 我就當日心一善我告訴你 裴總的心上人呢 那可是我們全城最高貴的女人 他年紀輕輕 就獲得了長青層雙學位 並且一手建立了跨全行業的商業帝國 他就是 時代集團的總裁 關總 你剛剛說裴研喜歡的人就是時代集團的關總 現在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 關總 那可是天上的月亮 是裴總捧在心肌肩上的人 再看看你 又窮酸又普通 天天跟個保潔園混在一起 還光想做裴總的女人 還真是笑死人了 鵬威 我看你是什麼動作 我什麼都不懂 我看你是不想看清現實吧 妹子 聽姐姐就有趣啊 要不咱就算了吧 那關總 咱肯定比不起 謝蘭姐 其實我跟 哎呀真是可惜了 你說這裴總背得多好了 怎麼就喜歡上關總呢 沒事啊妹子 之後 給你找到更好的 騙人的男人啊 咱不能要 哎 不 不是 秀林姐 其實我 我看你們 還算有點自知之明 那麼 你們就請滾出去吧 我可不想在我姐姐的婚禮上看到你們這樣的人 鵬威 你確定要把我趕出去 難道要讓我請人請你們出去不成嗎 你今天要是趕我出這個門 你姐姐的婚禮就別想辦了 那你幹什麼 還會請他們出去 是 趕緊走 趕緊走 你在幹什麼呢 趕緊走 你在幹什麼呢 小偉 你在幹什麼呢 小偉 我不是跟你說了讓你老實呆著嗎 天天來的可都是貴哥 吵吵鬧鬧整個地道 哥 就是他 還有那個保潔的 他們還去做鬧事 他們還搶我的錢 你快去教訓他們 什麼 這人 誰招來的 後勤部劉榮主管介紹的 把那個什麼 後勤主管 直接看出了 孫總 劉主管在九天工作了20年 這只是一個小小錯誤而已 您就留在那吧 20年 20年才幹到一個後勤主管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人才 你看啊 破告 人家可是辛辛苦苦 為你工作了20年的老人工 怎麼能說開就開啊 那要怎樣 這種人 我去外面一抓一擋了 家裡的狗不心話了 我扔出去再買一條 未來不就行了嗎 他們是人不是狗 你想幫忙 可以 正好等會宴會去一個節目 要不 你給我們學個狗啊 怎麼樣 嘿 陪總的女朋友 親自給我們表演個節目 我還是會給你的臉 孟哥 我看你是真嗎 我今天都要看看 怎麼讓我學這個狗爬 我真的要學我 我閉嘴 我真的要接著 你們在做什麼 我真的要接著 他們不是 他們是 难道 这不是年事 就是你脚的爹 从家如今的张家人 其乐怪的就关一卒 怎么会是送人这样的大人 哎呦哥 这肯定是他骗你的 他就是个臭保洁的妹子 只是运气好 攀上了裴总而已 希望不要为他骗你 对 你是个有道理 你就一个保洁员的妹妹 还能认识地产巨头宋总 也不怕磕了牙 赶紧滚 我是不是认识宋言 你马上就会知道 怎么了 冯总怕了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个没钱没事的臭丫头 怕是连宋家的门都找不到吧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认识宋总 我替你学狗爬 老板 这婚礼都快开始了 谁给你打电话呢 你马上通知所有人 婚礼取消 不是 老板 你这是干什么呀 门口宾客都到齐了 你这会儿取消婚礼 那我 那我们宋家的面子 不就丢尽了吗 你懂什么 这会儿宋家的面子 又能怎样 你和时代集团合作 我们宋家 可就什么都没了 真是个蠢货 轻重不分的东西 关雨竹 已经十分钟过去了 宋总是不会来的 你还是先进去啊 准备准备你的表演 一会儿在大家面前 一会儿在大家面前写狗爬 喂 你说什么 婚礼取消 不是宋总 他们的婚礼都计划那么久了 怎么能突然取消呢 那个 宋总 宋总 哥 哥 是要取消我二姐的婚礼吗 宋总说 让我去时代集团找关总 是关总让他取消婚礼吗 什么关总 关总怎么能在心场呢 而且关总怎么会插手这样的小事情呢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去找宋总 你自己回家 看什么看 关你什么事情啊 这是关总吩咐的 就算你们俩都姓关 那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宋总 没想到你真的是蠢就可以 你骂我 你出来抽他 住手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宋总 宋总 这会儿你不能取消 我们两家公司还要合作呢 宋总 你说了没错 我们的合作 暂时重置了 宋总 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必须不在庭 也得花钱呀 我跟美国就只怕撑不过这一个月 宋总 你以为这下午还可以继续合作下来 别说是一个月 就是一周 撑不过这 宋总 您要我去这道 我们到底哪里得罪官的 我们现在就去道歉 宋总 我真的想要见到 你见到什么 你见不到 我要是你的话 马上去找陪走 我伤了就办了 过去 然后有一切希望 我现在就去道歉 我现在就去道歉 你是裴总 你是裴总 那我还是国安总呢 洪威 你说这话 就不怕风大 小舌头 我又没说错 你不过是裴总身边的一个玩物罢了 他会这么护着你 别做梦了 谁告诉你 他是一个玩物 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 他可是 哟 怎么不说了 我看你啊 就是个乡八佬 就是个穷鬼 看到前就走不动路了吧 好不容易爬上裴总的床 结果人家裴总呢 根本就不稀罕 根本就不喜欢你 哥你来了真好 你快打电话给裴总 让他看看这个臭女人是怎么在他面前劈腿的 你别说了 我要说 哥 这个男人在我姐姐的婚礼上装枪做事的 我就要说我还要骂 你这个贱人 你们俩的都是贱人 你说别说了 他就是裴总 他怎么可能就是裴总 哥你们做吧 那个男人 裴总 我家妹妹被家里人走坏了 那个他年纪还小后组织 年大人大量 我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 冯总 冯薇他抢了秀莲姐的工资 还肆意冤枉手下 你已经年纪小就算了 恐怕不太合适吧 你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吗 靠着裴总才进来的 难道你是 你不是想找关总 就是 关义卓 我劝你还是少说两句 别在裴总面前丢人 冯冈 我郑重的告诉你 站到你面前的就是 时代集团的总裁 关总 裴总 这玩笑可不能随便看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 冯冈 关总是什么人都能冒充的吗 他不会 真是关总吧 你干什么 对不起关总我真没认出您了 我给他 我给他我们有自私生命 您您别生气好吧 那咋 要不 算就算了吧 让他把工资我们给我 喂 我知道了 他也没拿到 他没有 我大概是 家里更是 你 你 你 不坐 你 我 没有 你 是該休息一下 這段時間瑋若金寶經緣 和夫婦經理固定一致之間 這事情啊都堵起來了 等一下還要跟我們一起解釋 再趕快處理一下 昨天我才處理了馮剛他們自己的 想來他們是會消息一段事情的 是啊 黑眼 幫我拿一下衣服嗎 啊 快點我光著呢 哦 你今天有事兒嗎 陪我去和秀琳姐吃飯 我今天有點工作就先不去了 行 那你好好工作 我去和秀琳姐吃飯了 我今天有點工作就先不去了 賓家 哎呀 陪也 這回好了 錯過和官總的約會 真正乖 抱歉 賓家說他還有工作來不了了 妹子 裴先生是不是跟关总在一起啊 你得看好了 我觉得裴先生好像真的很喜欢关总 秀莲姐你说什么呢 裴言和关总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真的只是工作关系吗 我感觉好像 好像不是啊 他们 秀莲姐 别说了 吃饭吧 肚子喝了 吃饭吧 来 听说过 以前我男人带我来吃过一次 吃过最好吃的地方 你肯定喜欢 没什么秀莲姐选在这里 还是不要说这里是我开的 每个秀莲姐不记得 姐妹好 你好 你今天是来吃饭的 那您二位有预约吗 有有有 姓田 电话号码是1133 好好 那您二位这么请 怎么可能啊 我们早就预订了 我看看 小姐您别这样 我怎么可能 我还可以 你穿过 你穿过什么东西 竟敢来命令我 小姐我没有命令你 我小姐 请问您找到你命令你 那当然了 那呢 你怎么看看 我逢应还会骗人不成 二姐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逢应还会骗人不成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逢应还会骗人不成 怎么会这样 大哥别朝 peas 给我预定了 什么情况 我们百分之二只ры 이� third 要不这样 我现在帮你预定 还要等一周 不行 我今天非要铁 Message 锢 你这是一个 要多少钱你给我插个队 我呀就不相信 这个事件 vend라는什么 dai 二小姐 这百味斋可是城里最有名字 你的钱在这 你认识我 你是谁家的小姐啊 我怎么没见过 这哪是什么大家小姐 坏小姐 你看他那个图像 这个呀 臭 我当是什么厉害的人呢 还不赶紧给我同位子 抱歉啊 黄小姐 严谨是出太多的钱 也不能在我百味斋插队 请您离开 不要影响其他肯定 你 你敢赶我走 你们百味斋想不想坐下去了 我马上就把他给我告诉你 你们给我等着了 哎呀有心情 这百味斋的背后 是城里最有钱的什么不好 我怕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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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一千塊你的位子我要了 天秀蓮這可頂你半個月的 你還不趕緊實相的把錢收下 別惹得我們馮小姐不開心 一千塊就買一個預約 可是 不好意思啊 關面子孩子間都在 我真的不能把這位子扔給你 你不就是個臭保潔的嗎 竟敢把位置給我 天秀蓮 這可是騰飛科技的二小姐 得罪了他你可沒好 我今天真的不用怕 雲娜娜 你不要欺負秀蓮姐 你不去找百味家的負責人在這邊給我們抄位置 算什麼本事 我就欺負你怎麼了 一幫臭保潔的 還敢跟百味家一比 這百味家的背後可是全程手 欺人怕硬都別廢話了 到底要多少錢 你開個價吧 今天這位置我要定了 你還能開出比一千塊錢更高的價格 我就是幾千塊錢嘛 我隨隨便便逛落街啊 就上萬了 就是我們二小姐啊出手可是很大 今天你們算是走了狗屎院了 還不趕緊老老實實的把預定交出來 可是 我正在走 我還不趕緊老了 那可不行 我都說保了在這群立吃飯呢 八九發消息 還不趕緊老了 八九五五二十塊 八九五五二十塊 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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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趕緊老了 陪先生也定了位置啊 這麼巧 是吗 怎么 想要多少 两千还是三千 无论你要多少 我们二小姐都给一千 是吗 那我们也不要多了 十万 什么 一个据定位置 你竟然敢要十万 怎么了 二小姐拿不出这个钱吗 但是你说话不算数呀 你就关羽卓是吧 不就是十万吗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必须在我吃饭的时候 给我当丫鬟 全程服侍我 我就给你 说什么 我给你当丫鬟 二小姐 您这个办法好 关羽卓 我们二小姐让你服侍她 那是你服气 还不赶紧赶你带得瘦 来 有点累了 给我请帮 这样的妹子 咱们别受她的气了 因为咱们 不会整理 你怎么办 这本就是你的位置 为什么要让她 二小姐 如果你拿不出这个钱的话 咱们这个运营就此结束 你说什么 莫小姐 我真是让人在一起 你们给我站住 莫小姐 整年不要打扰我百贵家的客人 不然就完了 二小姐 风大上马上就要来了 他要不知道怎么 你跟法子这的位置都听不到 这不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还不想别的办法 给称获 我马上说 一个臭 我觉得竟敢跟我叫 我下次碰进你 我非弄死你 莫小姐 你别想那么不开心的事了 来 咱们点菜 你看 这段时间 全靠你和培余先生一直帮我 而且经常去学校 帮我接送晨晨 这都是小事 而且我们晨晨也很乖啊 是不是 是啊妈 我可听话了 最近啊 在学校换了一个新的班主人 她一直在夸我呢 哎呀 乖乖乖 我儿子最棒了 你可不能骄傲啊 百味炸的菜 定价多不便宜 兄弟姐赚钱也不容易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贵仔 你呀 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 千万可别给我省钱 我是钱呀 刚发了工资 有钱 莫小姐 恭喜你啊 您是我们店的第一万名顾客 今天的消费全部免贷 哎 贵仔 你听到没有 咱们今天吃的都可以免费了 听到了 小脸姐 恭喜你 这下你就放心了 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啊 哎 哎 你先点着我去向他厕所啊 嗯 好 卓安 不知道 等到时候一盘就不让我进了 就是 我们二小姐好心好意的想买她的预定 她竟然还不理情 你理事干什么呀 这是 怎么了卓安 居然是把未斋的经理亲自 难道说 这包厢里 有什么大事 也没人死 二小姐 我打听到了 这不是雨精里的声音吗 什么 你说在里面啊 真是百味家的主人 是啊 二小姐 您看啊 宋家跟你退婚了 如果说你会开上那个里面的人客人 那这宋家可你不后悔呀 到时候 我今天又可以和宋家玩婚了 嗯 你说的对 哎 谁 谁在厕所里面 谁在里面啊 回出来 别急 原来是你这个臭保洁啊 我挺高 我们刚才说的话 我怎么说出去 是不是两个都是走 不会的不会的 我肯定给你保守秘密 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 我 我 哎呀 我的戒指不见了 颜秀莲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戒指 没有啊 我没有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我想起来 我戒指 先放在厕所的隔间了 去帮我找找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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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事情办完了 再把你放 各位 你 这种都不错的 你帮我出去啊 吵什么吵 老实给我待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记得 你儿子也在这 你让我对这做什么 我把口气啊 我前面里 秀琳姐 怎么去了这么久 程程 我去看着你妈妈 你在这乖乖的哟 怎么回来了 秀琳姐很久没回来了 我去生活看你 孩子们你看一下 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呢 秀琳姐你在哪 你等着我来找你 你干什么呀你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为什么把秀琳姐关在里面 这里可是百味战士 你们为所欲为的不好 关于什么 你一个臭宝姐 有什么资格跟你这么说 谁来不想跟你说这么话 让我进去 我忍你很久了 三番五次坏我好事 我真不见了你不信服 你确定你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 那当然了 百味战的主人不就是全群首富吗 人家现在包装里面小兽呢 怎么 你该不会是小巷全群首富全座吗 人家 可瞧不上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 是吗 你确定你知道百味战的主人是谁 废话 我用的只要像你这个臭老街撒谎 你可以吗 二毛姐 你跟他说这段什么 他们这帮臭老鼠啊 分上阴谷不信 你们这些穷鬼啊 我们都会见他 别以为进了这百味斋 你就是神经过的客人 臭老鼠就是臭老鼠 好好在银沟里待着 别想单身做什么主人 一张子 谁都臭 你看你才是那个臭老鼠 你 你 欢迎初 你今天要是敢把他放出来 你就是在跟二小姐 在跟整个唐飞科技作对 欢迎初 孙儿姐没事吧 我没事 那张妹子还好一晚了 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孙儿姐 你不能让你白白说几乎你 走 我们去找女人 让我把人慢慢赶出去 就凭你吗 别想把我们赶出去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可是认识百味斋的老板 到时候不一定是谁被赶出去的 是吗 我都要看看 到时候被赶出去的是谁 我们不认识百味斋的老板啊 都收拾坏的肯定是我们啊 你这么懂吗 怎么忍啊 多一世 不如少一世 这事啊 破了年累了你 不忍一忍就过去了 太胖了呀 晚了 我们啊 我们啊 现在就去A04包厢去找百味斋的主人 倒是我们走瞧 等等 你刚刚说什么 你要去A04包厢 找百味斋的主人 没错 我跟你这种无知的人还不一样 百味斋的主人啊 正在A04包厢 A04包厢 那不是我们包厢吗 嗯 那就是我们这个包厢 哈 你说什么 那个经理亲自服务的A04包厢是你们的 哈哈 关羽卓 我看呀 你是想当有钱人想疯了吧 今天敢说A04包厢是你们的 你该不会一会儿要告诉我 你是这个百味斋的主人吗 哎呦 我是真没见过这种不要脸的人啊 只要说自己是百味斋的主人 那我还是时代集成的观总啊 说大话也不看看场合 哎呦 我真的是笑死人了 你要是不信的话 出去找尽一问 就知道我到底是谁 啊 你干什么 想跑啊 谁啊跑了 我出去找经理 所以说呢 这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窗都窗不向 哪有大老板亲自去叫人家 你不会打电话吗 我确实没有经理的电话 但是只要出去找经理一问 就真送大块 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小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 好 要不这样 你呢 现在给我固定 可恶 你这算盘 余娜娜 你们在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 竹安哥 就是这两个臭暴劫 刚刚啊 在门口不把位子让给我们 现在他们居然还说 他们是全身首封啊 哎呦我真是吓死我了 你说你是百分拆的 不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的 竹安哥 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可能是百分拆处的 还有人像他这么老 你懂什么 据我所知 这百分拆的就是一个女 而且这个女的吧 特别喜欢隐藏自己的身体 说不定 我这女宝洁 什么 这 这不可能吧 不可能的 宋大少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他呀 平时就爱说话 而且啊 他特别喜欢撒谎 之前还说什么 他是观众来着 就是 你看他一遍 就是要说大话的样子 哪有摆了这个紧的 虽然他这么狼狈的呀 说话也不太不丑 或者是 冲烤无体 我们去找尼文 好 人呀 龙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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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就在里面 你们这局问就知道 我就知道了 你不是说经理就在这个包厢里吗 怎么 这包厢里什么人 怎么这样 哎呀 晨晨也没在呀 哎呀怎么办 他一个人跑到哪去了呀 绣经理别急 我让人去找他 好 哎 你别跑 你不是认识这的经理吗 怎么 现在被拆穿了 行 你让开 你让我 你干什么东西 作文作 这个女人满口谎言 可不然她就这么走了 他咋教训什么 不然啊 他又这么别胡说八道 哎呀 小云说的没错 别 别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陈总 关总和田秀莲在咱们百味斋 被宋氏集团的人欺负了 什么 我 我 宋氏集团人人的欺负一熟啊 他们好大的胆子啊 去 把他们家古家族打下来 我 你没事吧 哎 哎 你没事吧 哎 哎 我操住你 宋转你放了吗 这里可不是你宋氏集团 这里是百味斋 我在这闹事 就不怕这个主人发现教训你吗 哈哈哈哈 教训我 百味斋的主人 那可是全城的神 他会为了你 你从垃圾 去啊 你从垃圾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这种人要 是怎么让你下跪道歉 哈哈哈哈 喂老板 有什么 我们家的股票暴跌 我们家的股票暴跌 老板 你先冷静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宋轩 你这是去哪啊 今天不是我们 上当全城结婚的事吗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我得先回公司一趟 这段时间你安分点 不要冒失 哎哎哎 不要说了 关羽哲 这次算你走运 下次我可不会这么清晴 哼 兄弟姐 没事吧 没事 妹子 咱们还是去找晨晨吧 嗯 妈妈 哎呀 你这孩子真的是 好有趣要急死我了 你怎么不通知医生 就站起把孩子带走了呢 秀你给我多着急 知道吗 不好意思啊 关小姐 刚才小翘的衣服打湿了 我带她去换那身衣服 我真的抱歉啊 关小姐 林小姐 是我考虑的无论权 妹子啊 今天她也是一番好业 算了就别怪她了 秀琳姐不好意思啊 今天状况这么多 哎呀 是我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还想给你道歉呢 这好不容易请你吃个饭吧 结果没想到 果然呀 这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咱们这种身份啊 就不该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秀琳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今天你一点醋 全怪你妈妈 你放心 一定会多你 好了妹子咱们不说了 先吃饭啊 吃饭 很好 等宋氏集团跌入最低点 咱们就让人想 是 关总 宋氏地产的宋卓安和宋莲 想和您见一面 我估计啊 还是想和您谈 宋卓安和宋莲 不见 是 我批行政前才说 宋卓安好像想花20万 让他安排很有运 20万 20万也不省心 那 宋凯见面 关总 你真的要跟他借了 一条心意 采取多多方法 嗯 好的 不是班人见我 二位这边跟着我们林村走 谢谢谢谢 老爸呀 我就说您用错方法了吧 您看您都来了几天了 也没见着关总 我这一来 他就搞定了吗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啊 不过一会儿见了关总 你还是收敛他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我们宋职地产的生死神亡 还是一句话的事 我知道了 也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 敢紧进我们宋职地产 让我知道了 我什么定乱死他 关总帮我东山再起之后 我保证让他们一个人 生不如死 两位这边请吧 那一会儿见了关总 还是记得点多说点好听的话 公事的生一死 看今天了 我就 你很快 你这命啊 我们以后的生存就全靠您了 宋先生 您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要了 放开这小两个话 嗯 你 你是 你你是 宋川 谁给他胆子指着观众的 我帮我总找 放下 算了 这就是观众 你把身体给我搞砸了 你算我不认你 老子可不是 只有你一个可以晋升男人的 我爸你说什么呢 这家伙就是一个臭保洁员 我亲眼看到了 怎么可能是观众 你都好好看清楚了 这就是观众 你是保洁员的 宋主安 现在认出我是谁了吗 观 观众 宋主安 你不是不信我是百威斋的主人吗 你不是说我是社会底层垃圾吗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你还删了我一巴掌 什么 你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一天之后 你们宋氏地产 就会被我们时代集团收费 不要啊 观众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高台贵手 还在我们以往合作的份上 观众 您不要过河猜桥啊 宋言 你们公司跟我们合作了多少年 你们都太饿了多少年 还好意思跟我求情 您是怎么知道的 宋客 是 不要啊 观众 你会让我们死掉的 观众 不要啊 求求你了 观众 不要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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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真好 你啊 是觉得我做事 本来就是嘛 要不是您给他们机会 他们哪来的机会把宋氏集团做这么大 而且啊 他们还一心想要吸血 不等感恩 我觉得他们是这样 就是活该 没错 他们现在还敢对您动手 你真是太心软了 好 好 等这件事结束之后 给你们放一个更快的家 关总 我不需要休息他 让你休息你就休息 听到没有 喂秀文姐怎么了 没咋 你周末有空吗 我帮你找了个人相亲 啊 哎佩总 你打算周末干什么呀 不干嘛 我这刚好有两张朋友送了电影票 要不你约上观众 你们俩去看电影吧 啊 啊 呃 不用了秀莲姐 我跟陈妍 挺好的 真的不用相亲你 我跟观众不是啊 我知道 你们两个只是 人类的工作官 没关系 所以说约看了电影 也没什么的 姨子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这裴先生 喜欢观众 不是 我就是观众 你又来了 那观众能跟我们一样吗 你要听姐去 姐可是为你好啊 这男孩子啊 我大听清楚了 是建筑师出身 而且还是不是修为呢 哈哈哈 反正你去看看又不吃亏 是 听姐的没错 你过去之后 就跟人家说清楚 现在没有照顾下的大事 嗯 就 您好 请问您几位 两位 不等人 那您坐这边吧 小姐 您喝水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 我去厕所弄一下就好了 欢迎光临 您几位 两位 呃 您坐这儿吧 妈 你给我介绍到这女的行不行啊 都迟到五分钟了 还没当 让我一个博士生等她啊 一号 沈多姿 妈 我先挂了啊 对 坐吧 你就是关羽卓对吧 听说你是大学生 我可是博士生 本来你配我是有一点高攀呢 看你长得还不错 我也就勉强接受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过来的比利晚咯 还服务生往你身上泼脏水 哪儿呢 这种理由你都想得出了 你先生 行了行了行了 就当你说的是真的了 我不跟你一个女的计较 服务员 您好 有什么喝的 把菜单给我看看 关羽卓别生气 赶紧说清楚就走了 那谁你要喝什么 自己看看 拿铁 喝什么拿铁 那外国玩意好喝吗 按我说的 一杯柠檬水就行啊 就是这个最便宜的 等等 没有人能吃 你给拿铁 拿铁就拿铁 我看你 全力也不必啊 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要我说啊 女人最重要的就是 情况 是你 要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赚的也不多吧 我可是博士生 连时代集团的面试都进了博士 下周说不定你自己去上班了 我的未来不可限量 你今天跟我做她一起吃饭 以后又别人羡慕 是吗 不过啊 我也不期望你们女人赚很多钱 只要在家老老实实的 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就行了 其实我今天来 来 你先别说话 你先听我说 你这个样子啊 勉强还能接受 但是呢 我有几个条件 手下啊 你的工资 必须上交 结婚以后 你必须跟我妈 住在一起 我的房子车子都是我 分钱财商 也不能要 当然 你要是把我伺候好了 我可以考虑每个月都给你 哎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不一定还是大学生一点礼貌都没有 你要礼貌是吗 好 我说一遍你 好有啊 别逗了 我可听我妈说了 不是因为 咱们又不要你了 你才睡了就睡了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我是没人知道你 今天就算不老了 还做你 老子本来是支持你不要的 看你又骚又乱的样子 你少吃他玩吧 这额泡干净 那呢 你自己这样 你还有小小的不远也来玩我呢 你为什么学历啊 看见就要 会连高中都没业了 你说什么呢 老子就是看不到你们这群低学历的人 没素质没箭持 一辈子也就是个 用筷子 擦住 到底是谁没有策略 李博文 是你这个 是 你也不必来教训我 约约老师跟你说了几句话 就是看上你 像你这样没人要的女人 活该被人甩呀 真是很严重 对不起姐姐 要是我的错 你不用道歉 这个人不是你 该道歉的是你 阿良的女人 让我跟别人超纵身道歉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像你这样的女人 不就是为了勾引我的吗 你有病吧 我勾引你 你不就是为了想让我 放宽点条件吗 像你这样的女人啊 我见的多了 不过我告诉你 我的房子 车子没你的份 你这样的女人的话 遇到我这样的好男人的几率啊 这辈子说不定 只有这一次 你可考虑清楚 李博文 你到底哪来的 我告诉过你了 我有男朋友啊 对一万不来说就是 我就算是单身 我会和你这种鸡皮男人在一起的 什么 我鸡皮啊 我可是要进入时代集团上班的人了 你可考虑清楚了 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劲了 我敢打包票 绝对进不了时代集团 你生恶毒的女人 你敢揍我 你要是再敢打我 我就立刻报警 李博文 你要是有了案子 你觉得别想进时代集团 你觉得别想进去 你为什么要打女人 我要打个事 李博文 你欺负一个小不了算 是不是 我就欺负她怎么了 一个小小的投赋生而已 他没有服务好我 就是他的错 不明是你自己不讲道理 你家服务员也是人 不是你随意打扮的乌菜 你本身你把店长叫过来啊 我倒要看看了 他没有扶好我 店长是姓李还是姓我呀 不行的小姐 我只是个服务生 店长他不想得到客人 肯定不会站在我这边的 怎么了 不敢叫了 要不要我帮你们叫啊 店长 什么不是 店长是吧 这个服务员 故意给我上座银水 你必须开始 我没有店长 这个客人 他用的就是柠檬水和拿铁 我没有上座 放屁 你给的是两杯零碧水 小心我把你们店的信息 放到我们上去 到时候一个客人都没有 你们普通倒闭了 若强二位 要不我给二位算名单吧 那一个小姑娘 不容易 若强 我现在心情很差 你去道歉 谁那么容易 你必须把他开除 要不然 我绝对让你倒霉 若强 你真是无耻至极 他们惯的人是我 要本事是我来 冲一个小姑娘来 算什么本事 培总 我这刚好有两条工作送到电影票 你不得上官走 你们俩去看电影吧 啊 哎呀我知道 你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 所以你约她看电影 也没有什么吧 你说会跟我去吗 行 你证明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他没有上错印度 这需要证明了 我自己说的话我还不记得吗 哦 那可不一定哦 现在网上随便宣认一下 留言满天飞 哎 店长 你也敢冒这个险吗 我多补一个月工资给你提走吧 店长 我真的没有想错一品 对顾客说的对 我不能冒这个险 你赶紧走吧 别给我提忙 等一下 为什么让他走 做错事情的明显是他 你一句话就想颠倒非白 让他死去 这天底下没有这么不想道理的事情了 我不想走 我没有做错 所以说啊 你真是一点真是信任 我可是 不是说 你说到时候大家是愿意相信我 还是相信你啊 对顾问 到底是谁没有见识 你知道我是谁 你 你不就是一个被男朋友甩了的破型而已吗 难道你想告诉我 你也是不是的啊 哈哈哈哈 不是不至于 但是我有我自己办法 李博文 很想进食饭自己团 是 就怎么样 你知道你能帮我 要是你真的可以帮我进食爱姐 我也不是不可以讨厌 帮不打 姐姐 你真的认识时代去谈点吗 没有 你放心吧 是因为我自己的 真的好 太好了 谢谢你姐姐 嗯 说吧 你认识谁啊 时代集团的管理可是出了名言 之前他们人事部的顾云之 摊窝 他们丝毫没有逃避的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进去 李博文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时代集团的规则 我是感谢 但是 我可以给你们 这个观众心心的信心 什么 这个观众是什么人啊 是很厉害吗 所以说服务生就是很难的 整个时代集团都是观众亲属创办的 他年纪轻轻就是生气的 也是全程最大的不好 你说他也不厉害 真的吗 姐姐 你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 不过 观众这么厉害的人 不认识你啊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呃 严格来说 我是真的不下心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欺负你 要是你真的能让我见到观众 我立马放过他 好 因为对 姐姐 要是你真的认识那么厉害的人 要不 你也把我的眼皮 是个姐姐的唱完吗 姑娘 我次招聘是有什么 你这条件的 不过你的话 你不过你 你不过招聘 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而且 实在这段 全人都能进到 姐姐 是你害我做了新工作 而且 让你帮我找个新工作而已 你不害了人 行 说什么 说我害了你 本来就是啊 要不是因为你 那这位顾客也不会冤枉我 而且 你连他都能推荐给那什么关总 可能是我不能推荐我 姑娘 不过你只是说 给他一个关总 进入面试的机会 我没有说话 一定会被录取啊 不划 你看我差点没有怎么做 我就是要进时代机会上班 不然我就 我就说你欺负我 你 姑娘 我生为了帮你不被人污蔑才这么做的 你居然反过来污蔑我 反正我不管 我就是要进时代机会上班 你不管是吧 行 那这件事 我也奉陪了 不行 你不能走 就是 你继续让我见到关总 要不然这事没完 让我推荐也可以 但这毕竟是实在结果 我都能以为我事 你们两个 我请你推荐一次 你们俩 那当然是推荐我了 我可是博士生 他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就我 我是服务生的怎么了 我可是因为他才被自退的 他有义务帮我推荐 大家有话好好说 照我看 你帮帮他们吧 你们现在就不要逼我了是吗 好 我可以给你这个计划 哎 我在这 哎你不能走 怎么办啊 你们想干什么 要不要做什么 别人 你试试 我们这有事你赶紧滚 这是我的男朋友 怎么有什么冲我来 真的是你 你不是被甩了吗 我早就听说 你的男朋友不要 我们感情挺好的 那一刻 有事说是 到底想要好什么 我没有别的 我只要他兑现成果 让我进入 时代集团上还几成 还有我 我只是答应 给你们关锁军的面试 有没有保证你 必会进去 这可不行 直接招聘的话 我肯定进去 你必须直接让我进入 时代集团 绝不可能 哥哥 你是姐姐的男朋友 一定也认识时代集团的人吧 啊 好 啊 你一定也是不了 啊 其实 心想要有一个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说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要不是一个低调 他是不会把屁事到 我说过的话 瑞石言 你们两个 还是可以给关锁军进去的面试 你们想 我要好好组织一下 就在刚刚好 面试这次是 什么 工作不服在这 怎么面试啊 谁跟你说关锁军 关锁 你就是关锁 没错 我就是 实在的动作 关锁军 你就是关锁 你别开玩笑了 关锁军是什么人物啊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 是啊 姐姐 就算你不想再见我们雅客 你必须要找这么烂的姐好吗 不信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最近的财经新闻 财经新闻 我倒要看看 一会儿搜出来没有你的 哎 有方向 你 你 你怎么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你不会就是 也就是 关锁 没错 我就是关义卓 你怎么可能是关总啊 街上人说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刚才过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说清楚啊 我要是说清楚了 你这片子是看不到的吗 李博文 你歧视女性自以为是 还随便污蔑别人 你这样的人是进不了我们时代集团的 还有你 不想着老是找工作 你这个写恩语报 不仅如此而且无赖 我告诉你 我们时代集团没有你想走进 才去领谋高就吧 你看很早 很乖 太后完了完了 我怎么得罪关总了 我这辈子都完了 关总 真的我跟你们知道什么叫健康吗 不用 别急死 等死更多 让他们担心受怕去 对了 今天是休息日 你就不用叫我关总 请问我们一件事 是 宇宙 这个呢 你今天有事吗 我今天没什么事 那 那正好 可以气得我东西都没有吃 要不 给他一份吃的东西 好 对吧 你好 今天晚上聊 宇宙 我就是刚好有两个电影票 今晚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你想喝什么 我去给你买 好 咱们 我都要 看过这一边 有这么开心 小姐麻烦你抬一下脚 式兰姐 Racing 在这儿 被子 我这不是 要多打分工了 对了 被子你上次那个 我还没为难你吧 我真的没想到 她的文凭是假的 什么 她原来是个假国士啊 哎呀就是啊 我当时就想着 她的学历高 又有房又有车的 我就没留个心眼 真假的没分清楚 秀文姐 其实这也不怪 我跟裴颖真的挺好的 不弄相亲了 你看 我们一会儿还要去看天室 妹子 姐没啥见识 但是姐知道你是好人 姐就想着呀 你能好好地找一个男人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你比起聪明 你要是真喜欢裴先生 裴先生就一定是好人 秀文姐 裴颖在肯定会变性的 我肯定 行 那我就不太让你们看电眼了 那我就先去忙了 哎 对了 你要记住 如果裴颖要是欺负你 我绝不放过他 无论什么时候 姐都站在旁边 那你们看电影吧 那我先去忙了 谢谢你 秀文姐 看看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怎么了 你要是敢欺负我 秀文姐绝对不会放 我怎么会欺负你 我是我 停了 电影快开始了 你们进去吧 快点 晨晨还没吃惯你 是哪个不长眼呢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原来你这个臭宝鞋的啊 还真是冤家路窄 是样子让你在百味这跑了 今天啊 你也跑不了 过来吧你 对不起啊 还真是冤家路窄 二小姐这衣服可是很贵的 说说吧 怎么赔啊 我不小心咋碰到领着饮料 但是这衣服是干净的呀 我没把它弄脏了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躺下回家 二小姐 我自己是我的错 我给你赔礼造劲了 我给你赔礼造劲了 换过你 也不是不行 这样吧 你跪下来给我学狗件 我就换过你 不行 不行 不愿意是吧 娜娜 好像上次在百味斩 她还有个妹子是吧 二小姐好记性啊 那个贱女人叫关雨泽 整天后着这个臭 你说她们俩两个穷鬼 整天忽来忽去的 真够恶心呢 不愿意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了 你别吵过妹子 我求你了 对不起 打死了 给我滚开你 有没有关系啊 不是你说了算 上次她在百味斩 让我丢了这么大的面子 发誓一定要找股肠 你现在赶紧给她打电话 让她给我滚过来 打电话 不 不行 不行 用这个吧 谢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红文姐说 你要是点欺负 我不会放过你 不过呀 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机会 嗯 我看 二小姐让你打电话 你没听到吗 哼 你今天不把关羽卓叫过来 你就别想走 把她手机给我拿过来 我来打 啊 哎哎哎 你现在我求你了 你活过的脸 没有开 啊 啊 啊 小姐 不要 不要 哼也就你還護著他 人家壓根沒把你當朋友 人家根本不接你的電話 二小姐是我的錯 你有時候你就找我 我求你不要找他妹子 什麼都沒有找你有什麼用 二小姐 雖然他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讓他 逗樂姐妹啊 你有什麼好主意 你要幹什麼 你們要幹什麼 哎呀鬧著幹啥出去玩玩 就這麼玩 快 好玩 不 真是好搞笑 你覺得說自己是豬 就是 我要把他拍下來 風風往上去 哎 好玩 哎 訓練姐怎麼丟膽話啊 你看 怎麼會有人說自己是豬的 哎 他好像就在這附近 你真是 搞笑了 奇怪 怎麼沒人接呢 樹莉姐 哎你什麼拿我手機啊 等一下 樹莉姐 你怎麼這樣我馬上就來 別擁抱 喂林瑤 抱歉我本來就先結束你們假期 請麻煩帶人過來 哎還真的不會反抗哎 不是沒錢 又來了一個 我的手機 你的手機我們會賠償 我現在正式的通知你們 你們未經他人允許擅自拍攝視頻上傳網絡 以及涉嫌違法 還故意傷害他人 稍後會有律師跟女協商相關的賠償事宜 這個男人是 你不是說關於是他沒背景嗎 二小姐啊 那就是個演員 這兩個臭寶寂 他怎麼可能有什麼背景 就放心吧 覺得有道理 你趕緊走 別操別操 你快帶妹子走啊 走 你快帶這個家了 這樣一家你快告訴我 什麼做的是不是他們 是我又怎麼樣 我 我 你 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不接電話 他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我 發妹子的事 是我抓的 但是我的錯 方圓 你真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是嗎 你真相信人人平等啊 這些話都說出來騙你們這些老實人的 所以就可以似武器但是欺負人是嗎 你是一個不樂意 還是個不擔心啊 要怪就怪你自己沒有好命啊 沒有投一個好胎 關於卓啊 我告訴你 做人呢 要低調一點 該低頭的時候啊 就把頭 給我低下來 我要是布呢 不要跟我說做一次吧 好 錢出來啊 我穿這兒衣服啊 十幾萬 你賠啊 十幾萬 可是那件衣服真的是乾淨的呀 我沒放髒 要不要我給你洗乾淨行不行 我竟然要你給我賠 怎麼 賠不起啊 那你只有你的好妹子給我賠啊 你平時最喜歡幫你出頭嘛 怎麼一收到錢就不樂意了 好 我答應你 別別啊妹子 靜音姐沒事的 我有辦法 我讓你先回去休息吧 沒有 先帶她回去了 那咱呢我不能走啊 修蓮姐 我們呀只是去那邊坐會兒 在這兒關小姐也不足事 可是 媽 你又願意賠錢了 行啊 那現在 不要十幾萬了 我要一百萬 好 一百萬而已 我給你 你敢打我 你 你 換一種 我應該這樣 你別跟我裝槍做事了 你真的有一百萬 我跟你見 關總已經揮不久 這件真的一樣 那是一百万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你 这钱不是你们汇给我的 你们没有这么多钱 关总已经清晃了 方云我们现在来玩这游戏吧 你让我打一巴掌 给你一百万 别开玩笑了 你还真有一百万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感动我 我马上让娜娜报警 娜娜 娜娜娜 别喊了 娜娜娜早就已经跑了 关羽川 你还想动我 我可是腾飞克最二小姐 关总 我们家的人都 让他们进来 美哥 关总 您再给我们一死机会 我不能看着腾飞克就破产 腾飞克就破产了 姐是真的 我们家的资金都被冻结了 一分钱都不剩了 我们一起求求关总 让他帮帮我们 关总 是关总 是关总 你自己来 翻个小公司 老婆 帮不了我们什么的 什么胡闹 什么小公司 这可是时代集团 脱了最小赶紧的 关总 快走快走快看 哎 师傅永远不山上 我小姐你饶了我 饶了我饶了我饶了 我不能飞克你 不能没有钱 关总 关总 哎呀 你看我不是说 想跟我玩游戏吗 打我一巴掌 给我一百万哎你打你打你随便打你随便打你随便打对对对我也是快走你你随便打一又把上一换一百万 这生意怎么说都不赔是吗 是吗 你都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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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费了 我走 不是你来打打你呀 还赃了我们的手 我说 你不是说做这生意不赔一百万一巴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分心 想赚这个钱 我冒这个东西你是应该的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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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打他受得住你继续 打 哎 我继续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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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你就让他多打几千万就几八千万就几八千万就很快就过去了 你也不想我们一辈子都没有钱货是不是 一百万 二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十百万 行 你别提了他受得住你继续打呀 黄哥 这可是你妹妹 你底都不心疼他吗 瞧您说的旁边还有个妹妹呢吗 真是不可理愿 居然会跟你们这种人较诚 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肯严 是 我们走 滚走 滚走 哎 你接着打呀 腾飞科技的资金还差好几千万呢 到对了 龚哥 龚哥 龚哥是有件事 涉嫌贪污 倒有其他公司机密 就算你们腾飞科技重振其骨 不可惜也与你无关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会有事吧 你放心吧 他们会输得好一切的 他怎么会有事吧 你放心吧 他们会输得好一切的 你把钱给他们了吗 这么多 我怎么还呀 哎 不用还你 秀兰姐 妹子 我知道你是好人 那不能因为你是好人 我就占你便宜啊 哎呀 这又不是小钱 这个是一百万呀 秀兰姐 其实这个钱也不是我说的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是吧 没错 你们这件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呀 这龚小姐 她可不是好应付的人呀 哎 秀兰姐 赔也有办法 这个你就别管 诚诚还在家呢吧 我让林阳子先送回去 哎 诚诚姐 诚诚一个小孩在家不安全 走吧 我们先 不是辈子 怎么办 那里面也具有安全啊 他 到底是什么人 你在说什么呢 关羽主要转职去了开发部 是开发部的新员工啊 帮妹子心里太胜了 不行 一定有那样的培心理师 都解决 怎么了 感冒吗 我们这儿 关总 军林集团的并购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们公司过两天就会来跟我们请的 这个时间辛苦你的 今天是休息日才有麻烦你 又是陪我看电影 又是助理吃鸡 一点也不麻烦 关总 真的 一点也不麻烦 我知道了 你别这么认真嘛 对了 电影票多少钱 真的 真不用 那怎么行 你知道了 你是不接受委员 好了 你转过去了 好吧 我临时要出差 这是军林集团的程总想要资料 一会儿他过来公司 你把我好好地抓在他 军林集团 这就是您要去的新名字 所以不敢给我把好门 你把这个事给我搞砸了 程总来了之后 东西一定有亲手在为 告诉他 我愿意跟他走 这事交流 您就放心 嗯 我什么时间啊 才来一会儿 我应该没吃到吧 是没吃了 不过你看见 你是工作太多 周嘉诚 您没事找事去 我就没事 我 反正下个月我都在不太 你干嘛 跳槽了 开心吗 那刚才是 我跟你没找关 啊 反正现在在这 我还说 這個周嘉誠高傲自擋 說不定可以從他嘴裡 套點消息出來 就明天也有大笑 我說你一個新聞孩子 哥哥可不介意 教教你做人 哎說說 那你可得七點交啊 給我打一秒 九萬了 哈哈 周嘉誠 你不怕被打是嗎 我是 我上次那時候 那時候被同時了 我早就調上了 你之前九十一個之後 也沒錢沒錢 你老子才不怕 周嘉誠 時代機房有時代機房的規則 就算你級別比我高 你要遵守這個規則 規則 老子就是規則 很多人都跟我說過這句話 當個下手和規則 沒寫 我說你光是著 你人挺小啊 打字請他 啊 你敢沒想 多少 多少 跟他說這麼多幹什麼 要不看 不如直接點 直接點 說吧 開多少錢 一行一服 我說你別端子 你說你那女子 這種端子 不是是掉到最甜的 找個有閒的男人架 人每天 那舒舒服服的躺 給我放乾淨點 有有有有 怎麼了 我 說準了 哇 說到誰 控制 你以為吃 好啦 這樣 我一個月給你開 吃吧 勾勾動 啊 周三十 你真是不可憐 你再說 我有男朋友 周少 他们的男朋友确实 不知道什么身份 你说会不会是 上面的人 说你蠢就不蠢 那裴总在什么 那能出现在咱这 在裴总能找一个 另外一个小生人的女朋友 对对对 还是周少 裴总这么高颜 怎么会找一个 这种小职员的 周少 陈总的车已经停门口了 怎么这么快 对你想要走 跟着我呀 要去忙这一事 陈总 难道是 居民集团的陈总 喂肺炎 先议的事情谈谈 刚生的消息 军令集团人快要到了 我现在先进签约 居民集团成 为什么这个紧张 均匀集团成 没有什么情况 是我不知道的 喂 谢文杰 你在哪 在附近啊 太后 我有个忙 需要你吗 这是官妹子第一次找我帮忙 我可一定要做好 我跟你们俩说 今天务必把陈总 给我照顾好 别给我出岔子 听到没有 是 是 是 你他妈你不张眼 没看见我在这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哎呀 你裤子脏了 我帮你擦一下 别擦了 滚蛋 你怎么干保险的啊 不知道越擦越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周生 现在可怎么办呢 陈总 马上可就到了 我他妈没谁去 要不周生 咱们先去厕所 把我们去的货名 我建议成功能接受 还得是你小子 学着点 周生 咱们赶紧去厕所 那咱们赶紧去厕所 那咱们 我把他们的肚子都脏了 他们现在去厕所 我肚子去了 程总呢 周生 要不我出去看看 去去去 好 哎 别动 你个干保险的上班时间 不工作 走 跟我见周生去 不是啊 小兄弟 哎呦 程总呢 周生 我没看到 周生 你看这个干保险的 在门口 鬼鬼顺顺顺 准备偷溜 说不定 刚才就是他 故意不想让您见程总 哎不是我 你怎么敢算计我啊 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 啊 我跟你说啊 咱俩今天务必找到上座 听到没有 啊 好的先生 可不可以 看了自己的 就是我 我那日子 你干什么 你不许逗他 不许逗他 他只是一个保洁员而已 你怎么紧张感觉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以前也是一个保洁员 你不会跟他 以前是同事吗 是又怎么样 笑容姐 哥哥 林子 哎 哎 你怎么想 就是错 他不是周生让你乖 格子的周生 小心他让你在 时代集团滚不下去 林子 这么少了 这么厉害的吗 那 这开发部的部长啊 是他叔叔 这整个开发部啊 都是周家 我警告你 你给我乖乖听话 不然周少 让你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你让我懒得这个周少 这么厉害 我抱负你啊 你放心吧兄弟姐 我有办法 你别担心 哇 周少 见到周少 我可见 他承诺早就走了 我说你个招保人 你弄你事故意啊 我我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啊 我你绝对有问题 我现在怎么办 你不是他啊 我死你了 什么 周家长 你怎么能随意打人呢 那是鸡鸡鸡鸡鸡鸡干嘛啊 打的就是他 再说话不连你一块了 林子 要不你先走吧 我一个人就行了 对必要咱俩都打出去啊 这怎么能随啊 哎呦 梅子 没错没错 你这不是我贵子 你又敢去拿我 你别弄我妹子啊 我说你真是你啊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今天啊跟程苏 有很重要的生意交谈 你给我登录了 你赔人去吧你 周嘉诚没有什么重要的生意 难道是朱立辉交代了他什么事啊 给他做宝贱的 还是给他做宝贱 你怎么随一点呢 要上上次去碰你 你去逗我啊 我就是他上次 你弄我应该啊 我来你出 我先给你最后一次救啊 赶紧不弄鬼的 要不让老子连你 你快走 那些你快走 你快走 我去走 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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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饭 你听见什么 我一直看你的人 不是小燕姐是我 我一直看你的人 不是小燕姐是我 我一直看你的人 我一直看你的人 什么 是你干的啊 小燕姐 小燕姐没事吧 他没事没事 没事 我一哥你有病啊 啊 这不就是我从无节吗 你有必要替他点击到这个程度吗 我骗你干什么 你有什么值得骗的东西吗 你 看来还是我比你叫什么不够是吧 我是不是 哼 我混不混得下去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很快就会被开除 啥 你在哪里 我 我被开除 开发部不少 你怎么 是你说这又怎么样 这里可是时代集团 时代 你是不是敢做了啊 有什么 你怎么做 你怎么都盒着 leo 自己的 不快 我也是 我不是 你怎么做 你意识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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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 或是想告訴我你認識關子啊 關子那是什麼人 你這種小吃人一輩子都見了他一面 就你 還想告密 趙嘉誠 你剛說的話已經全部被錄音了 真是怎麼告訴關子 不勞你費心 自有辦法 你敢錄音 來人 是 我去啊 我瞧不來 妹子你快走你快走啊沒事 你沒事你回去 妹子你沒事吧 黑眼 我怎麼又是你啊你 沒辦法我是誰嗎你敢打我 我是時代其法的財黑眼 邹家辰 你涉嫌貪污受賄 耐用私權 現在我要向你帶回監察部門進行審問 邹家辰 就憑你還想動呢 先算算你自己高判幾年吧 帶走 我自己會判斷的 你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啊 給我 是不是什麼重要的證據 我自己會判斷的 帶走 你 帶走 帶走 你 帶走 你 帶走 我覺得怎麼是他會秀呢 沒有啊 怎麼樣好看嗎 真好看 你怎麼跟傻了一樣的 行吧那就這些 然後順便把秀琳姐在前面給我 給你給你稍等 一桌 你真好看 行吧我知道了 周嘉誠的事兒 辦得怎麼樣了 優盤已經破解 裡面全是時代集團的核心科技 周嘉誠願意指控周立官 只要開庭就能夠順利 很好 明天就是公司聯會了 這可是他最後一個能口 待著的聯會 行了我自己聯就行了 先看看吧 對 好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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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不要脸 这件礼服是我 你别想拿走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臭 你别张口一个抱着 屁股一个抱着的 我就说你 你给人擦住小屁 会不会让我伤人 我不想跟你耍嘴皮子了 这件礼服是我的 你别想拿走 你说是你的 我还说是我们呢 黄月小姐 你确实是这个预设的 你要是在哪 我就叫王安了 有什么了不起 老你还是先买 这个云上呢 不能继续留个公司 那我回去把它开除 不必 明天就是年会 到时到晚会 走 我们的衣服 看起来 来 没人 不需要一件吗 不行 好 稍等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说这些 太见外了 链但我能否认我 二点 三点 对 你 还能否认我 那你明天 这个玩意去 我就带你去看一下 我 我 你 做 我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 您随时可以出发 很好 关总 佩总 你们两个今天好配呀 那个 我们走吧 是 喂 我不是说了要你们店里一件最好最贵的礼服吗 你又送了什么东西啊 冲死了 非常抱歉 这已经是我们店里最符合您要求的礼服了 我不管 你们现在马上给我重新送就先过来 否则 我就让你丢掉 好 啊 这件衣服我就挺漂亮的 反正这个地方是保险东西 这间衣服的主人那也不是什么办法 还不给我唱 奇怪了 那怎么能说你不去挂一下呢 怎么没发到 妹子啊 我没看到礼服啊 你是问放其他什么地方啊 哎呀怎么回事 我明明亲手把礼服保在那了 怎么会贫困消失呢 问问我 关起来 上次见碰杯壮碰的手脚之后 一直没有维修好 看不到谁来的 不好意思 你别生气了 要不 要不我赔你一件吧 你赔 你知道这凭礼服有多贵吗 表示你我都赔不起 哎呀这这衣服很贵吗 西文姐你别担心 这衣服是我送的不贵 在你秘密室 放心吧 那就好那就好 这衣服不见了 把你个秘密室再买好 好那我去联系服装令 那我再去看看公司 其他同样节目吧 妹子 不好意思啊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 没想到衣服就不见了 小妹子 这不怪你 应该怪小偷 怎么能怪你呢 可要不是我出去的话 这衣服也不会被偷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吗 秀莲姐 那照你这么说 太阳都别出来了吗 可是 秀莲姐 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 他们幻容惨在自责 而不是好人觉得内疚 走 我们去把那个小偷找出来 好 我们一起去找小偷 让你带她走 你这件礼服就真好看呀 这不是天一房的吗 这不是我们这里最好看的 购物三工作室啊 那 嗯 哦对 真的是天一放 于心里你可太厉害了 他们家的礼服 就说定制一件都要至少几百万呢 哎 不过是几百万 还不是被我穿的事 可不是吗 咱余经理是什么人啊 想要什么东西都手带进来 哈哈余经理 以后你费黄坦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呀 是啊是啊 余经理 你这礼服是我的 麻烦你还给我 在胡说八道什么 这件礼服是我的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臭 余经理 我是保洁员 但我不是臭保洁员 你不要瞎说 我就说你是臭保洁 怎么 天天给人扫地捡垃圾 身上一针 不是臭保洁是什么 就是 什么东西也敢来参加联会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做经济吧 我 我是被邀请来的 你 你是被邀请来的 随便发个短信 就真当自己跟我们一样了 就是人跟人之间可是不一样的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照照镜子 不要天天老想着什么礼服了 穿好你这身保洁员的衣服 把这儿的桌子都擦干净吧 你们 你们 我们 我们怎么 赶紧给我滚 赶紧给我滚 你什么资格什么身份 敢站在这儿 你这种臭保洁就赶紧给我找个角落里坐着 我不去 我 虽然是保洁员 但我跟你们一样 我今天也是被邀请来的 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你们看看 看看他这个样子 说有资格跟我们站在这儿 我问你 你全款买得起房子吗 买得起说什么 你老公什么职位啊 我 我差点忘了 他老公死了 还给他留了一个心肠病的儿子 好可怜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你说什么 就你这种下端也没当什么 一个阴沟里的老鼠 也妄想跟你坐在一个桌子上吃 怎么 可不是吗 你看他那个衣服 也不知道在哪个地他买的 说不准啊 是从垃圾桶里捡的呢 你们是有钱 但是 但是我们穷人就活该被你们嘲笑吗 没错啊 你们就是活该 就是 我 我 你欺负我妈妈 啊 喂 晨晨 你是个小洒手 你敢推我 我就推你 你是欺负我妈妈的坏女人 晨晨 你怎么来了呀 妈妈不是让你在院待着吗 啊 是关姐姐让我来的 她说这里有宴会 有好多好种能吃的 让我也来参加 田秀玥 你自己不要脸你就算了 现在可让这个小洒手推了 我告诉你 是我跟你没玩 所以说龙生龙凤生凤 宝洁阿姨的孩子就是没受过什么教育 从小就会打人 长大了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瞎说什么 我儿子最好最优秀了 他是学校全年级第一 你算什么样这么没礼貌的小洒手 第二五也差不多吧 我妈没有骗人 我就是年级第一 没错 你们要是不相信 我就跟你们看我儿子的成绩的 你看 你儿子成绩怎么样 我就是我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今天你儿子推了我这件事 必须给我个交代 你这个坏女人 当我妈妈还冤枉他 我打死你 你这个坏女人 当我妈妈还冤枉他 我打死你 晨晨晨晨晨 哎呀你别老了 不管怎么样 你打人就是不对 可是是他先打你的呀 玉京年我儿子打了你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我给你陪你道歉 你道歉就好 哪有这么准 我要让你给我陪场 玉京年 是你刚刚推我 我儿子为了保护我才推你的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吧 算了 凭什么呀 再说了 你们 谁看见我推他了 我可没看见 就是我们只看到你儿子啊 推了我们玉京年 你们刚刚明明看到的 你怎么瞎说呀 玉京年啊 你一个臭宝洁也好跟我比 我说你今天推了我 你就是推了我 你说的话 谁会相信你啊 关妹子一定会相信我的 关妹子 就是那个整天说自己是 时代集团的总裁的那个 宽宇卓吗 你还在指望他来救你 他早就被公司猜除了 关姐姐 关姐姐 把我们快跑 给我抓住他们 陈佳 我这丝小子 哎呦啊 你还真帮我们剪了啊 发开活 你们心胆的人 我们不危险 玉京年 我求你帮我儿子吗 他有个心胛丁了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好 你也要 可以了 你儿子刚才亏了我 那你要别让我 已经残忍了 了 我要颜色 什么 哎 你不认识做钱给你啊 这小狡猜手不是 他做什么 就是二 你把那手是背负我们走 你说什么呢 他是我儿子的救命钱 哥哥哥 展哥已經做好手術了 我買了錢買給你了 沒錢 沒錢你參加什麼女婚 展哥 你沒事吧 你這個壞女人 我關姐姐來了 他一定會教訓你們的 關羽不用搞這個 而且就算是菜他拿了你 他不會被開除的 他是公司的總經理 啊總經理 那麼正在說的是關總 哈哈怎麼可能 那可是關總啊 他怎麼可能到我們公司來做賞寶吉 就是這話呀 也就騙騙我們這種小孩子吧 你們這些壞蛋 關姐姐不會騙我呢 所以說啊 人家就是小孩子 他說的是關總也就信 他叫啥就是 你們這些壞蛋 那關姐姐來了 他也一定會教訓你們的 兇我好害怕哦 哈哈哈哈 你說的這麼厲害 你倒是把人給叫出來啊 你你等著 哎手機怎麼壞了 怎麼 啊你不上把人給我叫過來啊 你不會是害怕了吧 我才沒有 是手機壞了 我不算了 咱們已經麻煩關姐姐很多次了 怎麼不能再連累他了 可是媽媽 余經理 我確實沒有這麼多錢賠你 要不換一個方式 我給你道歉行嗎 我看你也沒生氣 這樣 你管你這身衣服的脫衣 我身體的幾塊 身動不一定為止 是嗎 沒聽見什麼事 那我就再說一遍 把你這身脏衣服給我脫了 放我背在地上 放在我滿意為止 誰敢殺我 大的就是你 我滿意為止 誰敢殺我 大的就是你 啊 又是你這個賤 那我要死光 你走了 我還沒借過這種武衣 還想挨打嗎 你今天 你 我 娜娜我說你聽點少大風 今天職工村年會 怕丟臉嗎 你讓我大搖大搖的教訓 神探員不知道 故事經濟成績吧 現在是關鍵事 做事要盡量低調小心一點 但去了新公司 想怎麼弄他都無所謂 秀妮姐你沒事吧 我沒事 妹子安 你打了余經理 他肯定不會放過你的 你趕緊走吧啊 秀妮姐 妹姐姐知道你是為了我好 那時間真的不能在你眼淚裡了 秀妮姐 你總是說算了算了 可你真的跟他們低頭認錯的時候 他們有真的放過你嗎 秀妮姐 有的時候 人不能一直 你想想成長 你難道想成 可以被子都抬不起頭來嗎 妹子 你說得對 我不能再這樣了 月經理 你身上的禮服 是我的 請你還給我 秀妮 你還有完沒完 你說我這件禮服是你的 你有什麼贈 秀妮 你一個做保洁的 一個月賺幾塊錢啊 這可是天衣房的 詩人訂字 你買得起嗎 我穿件衣服 是放在保洁員更衣室的 你一定是逗逗拿走的 你說我從保洁員的更衣室 把這件衣服拿走了 我記得那個保洁員更衣室 門口可是有監控的 你當然把監控拿出來 給我們看看呀 雲娜娜 你明明知道監控壞了 我們怎麼可能拿得出來 拿不出來是吧 拿不出來就別在這給我唧唧歪歪的 再胡說八道 我上保安把你們認出去 雲娜娜 你真當我沒有證嗎是 難道這禮服真的是他們的 不可能 他們這樣的臭老家 絕對買不起天衣房的衣服 好啊 你要是能證明這件禮服是你的 我雲娜娜的名字 倒過來給你寫 我要你名字倒過來寫這 那你要怎麼樣 如果這件禮服真的是我們的 那你就當著大家的面 向秀蓮姐道歉 並且主動辭職離開也會現場 好啊 你倒是證明了一下這件禮服是你的呀 很好 這件天衣房的禮服上有獨特的標誌 並且會給每個顧客一個獨一無二的票據 你說的 是這個 哎我看看我看看 這上面果然有天衣房 獨特的水銀房 我表示 這什麼 這不可能 你怎麼會有這件衣服的票據呢 這件衣服就是我買的 我當然有這件衣服的票據 關羽卓 現在你無話可說了 我說余娜娜 你這個造假之前 做好功課 叫板呢 才是黃色 從今年開始 他們家的票 已經變成了藍色 這才是真正的天衣房票據 天衣房的票據 都有獨特的年份標誌 黃色的是蓄泥的 這麼說來 藍色這要是真的 那 金色的那張 你胡說 我這件衣服就是 就是我買的 這個票據也是真的 我就不能去年買的嗎 算 余娜娜 你真的是什麼都不懂 這件禮服是天殘絲暗制 是今年才有的新工藝 以前絕不可能有 難道 你今天不用帶你服裝 而且 還是脫了一個保洁圓的衣服 你是個臭保洁 我只要你胡說八道 你你你 你幹什麼 余娜娜 之前你在公司打我的 我今天打你兩巴掌還回去 你要是再敢打我 絕不是還回去那麼簡單 你你你個臭保洁 你敢威脅我 現在我已經證明了這件禮服是我們的 余娜娜 你還不向秀蓮姐道歉 讓我去跟這個臭保洁道歉 那你還不讓我去死呢 公司好好的聯婚 誰在這要吃要活呢 周理輝 他怎麼過來了 關羽卓 你怎麼穿成這樣 你不是從開發部離職了 怎麼還會來公司的聯貫 我會出現在這裡 當然是有原因的 周總 前輩都快被這個關羽卓給欺負死了 你怎麼還有欺負呢 如今你們注意 銀行 你們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都怪他 他無緣無故地說我偷了他們的禮服 還說 還說讓我辭職 是 是 關羽卓 這到底怎麼回事 他身上的禮服 是我給秀蓮姐準備的 他私自拿走不說 還偽造票局 想要將衣服站為己有 這不是小偷是什麼 你爛了 他說的是真的嗎 我我我沒有 我就是看到更衣室有件禮服 我以為是禮服店給我送過來的 是小偷 已經是禮服了 不是 關羽卓 你看這件禮服已經穿著魚腩身上 讓他現在脫下也不太好 這樣吧 我出錢 這件的甜品 周总 钱不能做东西 那如果解决大部分事 我让是不同意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本事 今天这儿都是年转现场 帽子 实际说的总理啊 李先生毕竟是时代子团的人 不说我们在这儿落大了 丢了她的面子就不太好了 放心吧秀兰姐 你就算把山道的带卡 你也给你 你这么大道 你先生会受过你 这个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放心吧 你自己通过 好 我接受你的条件 不过要让余娜娜 跟秀兰姐道歉 并且主动辞职 离开你会现场 这 是我的 现场 这是在打我的 关于 云娜娜是五两宝的人 今天你就给我一个面子 出双倍的价格把这件女子买下来 周里辉 你的面子在我这儿 你别给脸不要脸够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够了别吵了 可是他 我说够了 归主他可以跟你道歉 是 我是不是 这是余娜娜 只是人事不经理而已 周总留着还有用 这是我的事 和你没有关系 看来这个周里经验 我的心里 就开始 好 我给你这个面子 让余娜娜给秀兰姐道歉 我還要我動手 你道歉我我我道歉 我走去 對不起 我不敢偷你們的衣服 還有呢 對不起 我不敢偷你們的衣服 我不敢冤枉你們 還有呢 怎麼還有 還侮辱秀蓮姐 還侮辱寶劍員這個職業 我說錯了嗎 你們本來就是臭寶劍 我什麼時候侮辱你們了 聽不懂我說的話啊 關雨澤 實則有一天我讓你弄出背景 我拭目以待 你 我送死你們 關小姐 這下你滿意的 周總確實有貨 只是不知道 你到底許諾了余娜娜什麼天氣 這麼一天 哼哼 你如果想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這裡 人多嘴雜 要不 你不能去 這個人看著就不是什麼好人 你別被他騙了 你放心吧秀蓮姐 我找人給你準備了一套新的禮 你先去找靈陽 你去去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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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辦呢 不行啊 我得跟我先說一下 走走走 楊小姐我們裡面 知道了 知道了 哈 關羽卓啊 我說這 我說這 你 好嗎 現在你跟你說了吧 你到底給我人浪了什麼好處 關小姐 別著急嘛 先喝杯酒 也是 這酒要是喝了 我怕這名人 哈哈哈哈 關小姐是個聰明 知道對 不過今天這兒呢 是靈慧的現場 我膽子再大 哇 哈哈哈哈 吃酒 你喝 現在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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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喝了什麼東西 一點兒衝心 哈哈哈哈 小混蛋 你不是想知道 我選過的 白總 我終於找到你了 陳秀琳 你不找到了嗎 哎呀 現在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光妹子 光妹子被人帶走了 就來 你叫什麼了 他叫周總 哥哥你快去救關姐姐 那個大外蛋想騙關姐姐 你說什麼 走 啊 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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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啊 這 是啊 這不明白什麼 那個千人睡的不要 我早就睡你 就是還沒睡過 像你這樣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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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我 找你好了 可能嗎 好好不要啊 就從了我啊 會被你好的 好嗎 哎呀啊啊 你怎麼跟我趕快 哎呦 哎呦別說 你主持人沒事吧 你這不怪我 還不是我幹什麼 我瞧著被他砸上去 我 哎哎哎呀 你居然敢動他 你他媽居然敢動他 啊 啊啊你 啊 越大了越大了 你先等我 哎呀 你保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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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地 怎麼的 愛人 好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感觉 好多了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我 我刚才真的好害怕 为什么我们要进身 终于到你 为什么我不在你身边 那你刚才我们也继续看到怎么办 我给你 好了好了 我这不没事了 下次 你一直更 没有下一次 你说 跟你保证 绝对没有下一次 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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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那个 我没事 现在几点了 是 我们是不是该去 再一会吧 啊 时间刚刚好 不过关总 您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可以去吗 当然了 我是时代集团的关总 我是时代集团的关总 这个年后 我必须去 看 又是时代集团的 所以我会在这儿 那边 我会在这儿 你这是什么 我还是说 你会在这儿 我会在这儿 我会在这儿 哎呦妈的 一上岸就跳过头 老子连人影都没看见 你看见他长什么样了吗 周总 他就是关羽直的男朋友 他不这么欺负什么了 不能轻易放过他 那个男的爸是不好是 这样 周总 咱们这么做不好 这外面可以出事怎么办 你怕什么 你不说我 我说什么都知道 你还怎么不想帮我关羽直了 好 我我现在去看 我去 这次的名会 到家了警察 妹子妹子 你看到陈彩了吗 陈彩没有啊 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吗 哎呀不知道啊 我去上了个厕所 出来他就不见了 sao 秦鲁姐 你在这边 我现在的租庇 这ذا 头群 你让我 nac 如果你订阅 双秦 你再仔细的跟我说下 那是不是 给我 你 但是 当时我就去上了厕所 他在门口等我 等我出来他就没见到人了 这 那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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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了 雨晶姐姐也在 黑人 欢迎是一大门 快点什么 你赶紧 上次去看看 丑李辉 我可等你很久了 你说 你把晨晨带到哪里去了 什么晨晨 你男朋友把我的头打成这样 你总要给我一个交代 就你 掩太 人呐 不要太傲气 我劝你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 我是不会像你这种畜生低头的 看样子 你们是不想找到那个孩子了 你果然知道晨晨在哪 他说走啊 就你把晨晨还给我 我太多无辜了 你要打打我 你出钱 你两个 放开 文杰 你怎么着 我这个叫人过来 周总 周总 田秀莲 你想救你的孩子 我给你这条鱼肉 只要你把他绑起来 让我好好地把你把你儿子放 你把他移缝交给你 你把他移缝交给你 你可万年之后 你可万年之后 我这张卡里 有十万块钱 足够救你 只要你 只要你对着我而生在镜头 成了 而是不会对的 我就把这钱 嗯 是他 是他 对着我儿子 哈哈 熊连姐 熊连姐 你不会又像之前那样了 熊连姐 开烟马上就过来了 没关系 那 那辈子 我有点不舒服 你等我去休息一下吧 那那晨晨呢 我找你 周周总他 他说他没有绑晨晨 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我 走走 哎 你赶紧找个美人的地方啊 熊连姐 真的要这么做吗 哎呀 妹子你愣着干嘛呀 等我周里回来了就 哎呀 那这里边 熊连姐 这里应该没人会过来 来 微信有点笑 我给你看个东西 你要你要干什么 你去哪啊 哎呀 说 天生连你还不住手 啊 我我怎么了 你还有没有良心 宇宙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帮着周里会害他 我我怎么会害关妹子呀 那你把他带这没人的地方来去想干什么 哎呀 我这周总啊 他承认了绑架了陈生 我给他露了天 我所让关妹子 他听一下看能不能布景啊 你们听一下啊 你儿子确实在是 只要你把他命运交 你一颗男儿子 你看 关妹子啊 上次拥起来诬陷你 是我狼心狗肺 但我知道你是好人啊 就算我死 我也不可能去害你啊 这不是 没事没事 咱们就不用计较那么多了 都是误会 妹子啊 你看这录音 能报警抓人了吗 啊 周总 我把关妹子已经迷晕了 你快跟我来 哎哎 你着急呀 你把他男朋友电话给你 你要的力量干嘛呀 我要让他亲眼看着 我怎么上他的力量 敢打我 我要让他死 周女辉 你说要让谁死 培总 你名字不在这儿啊 听说今天的免费是 你亲自到现场 留心人心关心来的 周女辉 你不是说要让我死吗 他又怎么会呢 我让谁也不会让名死啊 您可是时代集团的副总裁呀 哈哈哈 那我是关羽卓的男朋友呢 哎呦 您开什么玩笑呢 他就是个臭宝洁 怎么会上名字的时分呢 我没有再跟你开玩笑周女辉 你到底把羽卓藏在哪了 他他真是您的女朋友 吵什么吵 你还吵我杀了你 哎呀 哎呀 这杏周怎么会接电话呀 这才不会是跑了吧 这之后要是老家小孩事情被发现了 关羽卓 你要是早点认错的话 我怎么会逼到这一步 都怪你 男人就是考虫 看他自己都说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没有人工之夜 除非寂寞哎 没事 你诚诚你在你身上问我 怪猪 你给我等着 到周总放我出来 我怎么会把我以为的 我什么时候了 你还执迷不我 我 是别人害 是 老师 哎呦 你不不不 别走我 我真不知道她是您的女朋友啊 你我 我说老师了 您您又放我 把这件事情 我不要告诉给观众 你还想瞒着观众 晚了 妈妈 哎呀 晨晨 哎呀 我呀 我没事 啊你 你 你不是 被你逼运了吗 周理会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你写的故事 要是我拖住你 怎么有时间去找您的 哎呦 给我哎 太早啊 你看啊 您您的女 您现在您是这这件事情 我们就这样做 我做东西可吃饭 这件事情 行 我刚才知道了 哈哈哈 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哎 我讲解我错了我错了 我现在跟培总说话 你不要插嘴好不好 培言 你还没有告诉他 我是谁吗 抱歉 管总 是我的叔父 周理会 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 将到你面前的就位 就是我们整个时代集团的总裁 关羽卓 关总 你是关总 怎么 我不像吗 你这 你怕了说你是个 打个结缘呢 没错 我本来是想办之后 想去公司提醒了就看见你们工作 对吧 可没想到这一看 真是给我看了好大一出好戏 我 我说 我说我没人 你就放着我 我做了 周理会 你和顾云之勾结在一起 收手贵入 买卖工夫核心机密 还敢绑架传传 你把老底做穿吧 哎呦 快走 我把他带走 哎呀 快走我做哎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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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你真的是关总 我真的是 让我们恭喜今年最佳员工奖的获得者 田秀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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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秀莲工作勤劳 为人善良 这是他拥格的奖 谢谢妹子 关 关总 秀莲姐 你还是叫我关妹子吧 这样听起来也更好听 还更亲切 你不会因为我是总裁就不认我这个关妹子 啊不会不会 关 关妹子 嗯 这就对了 那那我就先下去了啊 裴总 这卡给你 田秀莲 你真的要将这二十万的奖金都给我 谢谢你上次借钱给我儿子看币 这钱是我应该还给你的 唉 其实我也没有打算让你还钱 再说了你儿子的后续治疗还有上学都要钱 你要是将这笔钱给我花了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我可以工作赚钱啊 欠债还钱天金地义 不能因为你们人好 我就故意不还钱 这样是不对的 这钱你就收着吧 收着吧 裴颜 你就收着吧 妈妈那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们去吃吧 好 秀莲姐想挺直要敢做人 我觉得挺好 关总 怎么啦 关总 集团的骨架有不正常的波动 走 你去看看 是 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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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